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人的时候 我们一般先画大轮廓 再画小细节 大轮廓包括体型 衣着等 小细节呢 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五官 也就是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等 一部分是神态 比如高兴 难过 生气等等 其实 我们在描写人物外貌时 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描写的 从大轮廓到小细节 依次描写出这个人物 具体该怎么写呢 一起来看看这个例子 甜甜 胖乎乎 大约三岁左右 百里透红的小脸蛋圆圆的 大大的脑袋瓜上面 有一座黑油油的头发调皮地垂下来 盖在它那宽宽的额头上方 那两道淡淡的短短的小眉毛下面 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流露出一丝调皮的神色 那美丽的眼睛下面 有一个微微上翘的小鼻子 还有两片红红的小嘴唇 在这条素材里 作者先整体写了甜甜的体型 是胖乎乎的 然后依次写了脸 脑袋 头发 五官这些局部特征 那么作者在描写五官的时候 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 没错 作者从眉毛 眼睛 鼻子到嘴巴 从上到下描写了五官 所以今天第一个方法就是 人物外貌描写 要合理安排好描写的顺序 一般先写整体 再写局部 局部描写时 可以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描写顺序 在写作中 常用的顺序还有 时间顺序 空间顺序 逻辑顺序 如果按照这些顺序来写 下面这些词 你可能会用到哦 时间顺序描写会用到 转眼间 过了一会儿 到最后 有的时候 后来 这时候 空间顺序描写会用到 上面 下面 正东方 往东看 对面几米远 逻辑顺序会用到 因为 所以 既然 旧 不但 而且 按照顺序来画人物 可以完整地画出一个人的样子 可是 一定画得好吗 那可不见得 有时 你会疑惑 轮廓 细节 我都画好了 可为什么 就是和真人不像呢 在写人物的时候 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画了很长的篇幅来写 可是 写出来的人 没有灵魂 这是因为 没有把握到 这个人 最有特点的地方来写 相貌千差万别 选取 最能反映这个人 特征的地方来写 这就是 今天人物描写的 第二个小方法哦 如果 要描写一个 文静的小女孩 如何抓住 她的特点来写呢 你可以这样写 闻闻 一头柔软的卷发 塌塌的鼻梁 白皙的肤色 喜欢穿一件 蓝底白花的小外套 总是 不声不响地低着头 像一只 温顺的小猫咪 头发柔软 肤色白皙 习惯性的动作 是低着头 总体的感觉 像温顺的小猫咪 这些字眼 就很好的体现了 闻闻这个小女孩 文静的性格特点 最后 给你两个顺口溜 帮助你记忆 今天学习的小方法吧 外貌描写 有顺序 外貌描写 抓特点 是不是很有意思 学习了今天的课程 在人物外貌描写上 是不是多了一些 新的感悟呢 那就请你 试着描写一个 你身边最有特点的人 可以是家人 同学 老师 或者陌生人哦 快到互动区 来告诉我们吧 我们明天见 再见